词曲 李宗盛 对笑容的成长 原来很多的事情 比想象简单 幸福如上 谁不曾稀里糊涂 转错太多晚 忘了沟通才是让 彼此更相爱的土壤 我们都太习惯在别人身上 寻找着答案 才发现幸福 一直都在自己的手上 温暖的发光 温暖的发光 我们都太习惯在别人身上 寻找着答案 才发现幸福 一直都在自己的手上 温暖的发光 我们在那里 像这个月儿的 já脸 我们去注射 射ель帘的发光 她是 在大灵中的幸福 Lisa的新书发布会 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我还是不去了 我什么都没准备 你要准备什么 你要跟他求婚 说到哪儿去了 他的发布会都没邀请我们 你不要在意那么一点小事了 你不是要跟Lisa解释的吗 到门口了 为什么不进去 我怕他还是不想见我 那场面不是很尴尬 难道你愿意这样放弃 不想进去争取一下吗 你说爱Lisa都是骗人的 我当然很爱她 但是她还没原谅我 要她原谅你 就快点进去替她捧场 她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拿着 谢谢 嗨 谢谢 姐 怎么样 我帮你搞的这个签售会如何 够风光了吧 连Tracy都来捧你的场 谢谢你来 你真的有那么多读者 慕名而来吗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 可能是网络上的粉丝 这些年轻人都是我店里的员工 我帮他们搬天价 特地来捧场 真的假的 这可是作家 那不就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吗 你们两个在笑什么 我看到你书里那些金句 觉得很好笑 如果你认真读完这一本书 到时候你就会更加了解女性 那以后更容易追到女孩子 你们过去那边吧 于楠 恭喜你出书 祝你新书大卖 你怎么把他一起带过来 我是特地来恭喜你的 你的新书终于面世了 Lisa Mike知道你出书了 特地来支持你的 谢谢 我知道你误会了我们两个 所以这次我们来是向你赔罪的 我知道你回来了 我到过你家找你 还去了你公寓 但是都没看到你 谢谢你们到来 那你现在不是已经看到我了吗 如果你要签名的话 不好意思 麻烦你排队 Lisa 你误会我也就算了 可是你误会她对你的深情 好像不太聪明 不要依然 Lisa 只要你可以原谅我 你要我等多久我都可以 我甚至可以当你掏心掏肺的那个人 但求你不要对我狼心狗肺 你看过我的书 我当然看过你这本书 这本书让我更加了解你 如果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是证明给你看的 男人最像名牌包 当新款出现时 旧的就变成二手包了 除非它是一个经典款 你看这些 我都给道别如流了 Lisa 我可以做你经典名牌包吗 我接受你的花 并不代表原谅你 不要紧 我会用时间跟行段来证明一切 就当作我们重新再来一次 好吗 可是我们已经重来好多次了 那就代表我对你不离不弃 我可以重新追求你一千次 一万次 直到你安心为止 你真的不生我的气了 是我临走前 真的是很生你们两个的气 不过出国之后冷静下来 我意识到肯定是卖的老爸在整我 你也一定是受害者吧 你可是我的好姐妹 你怎么可能会出卖我呢 那你都不生气了 为什么还不跟我们联络 我需要时间去沉淀一下我的感觉和未来 而且在我想说写完的那时候 我突然觉得人生还是美好了 我知道 你还是很喜欢卖的 可是为什么你刚才看到她的时候 还对她那么冷淡 我是女生嘛 我需要个台阶下 况且我也想趁机考验一下 卖对我的感情是否是真心真意的 不过我相信卖对我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 那么勇敢去追求爱情 比起你 我真的差很多 其实我一直觉得爱情是最浪漫的事 只要爱情 不要结婚 所以我一直对我的男朋友发脾气 无理取闹地问他们 他们到底有多爱我 我无非是想要给他们个机会让我感动 看来一帆丰盛的爱情你是不懂得珍惜 我和高明俊现在还在玩粥迷藏 根本都不像你很买那样 不过经过这件事 我成长了 如果卖真的是我的真命天子 我是应该耐心等候他 不再给他任何压力 你和麦克现在是和好了 可是他却为了你和他的爸爸闹烦 离家出走 麦克真的为了我 跟他老爸闹烦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他爸爸不再是障碍 你和麦克可以好好地过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不行 我不能这么自私的 麦克曾经被我的父母反对 可是他还是用心良苦地为我做那么多事 来让我的妈咪接受他 我是应该为他做出回报的 如果麦克知道他不用再做假心饼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我得想想办法 怎么让他老爸对我改观 你有什么办法 这些我自己会去面对 况且我有你这个好姐妹在身边 你一定会帮我的 那当然 对了 你家餐厅的事解决了吗 我和你的矛盾是解决了 可是我妈咪和你妈咪之间的心结 还没解开 菲菲 我帮你买了一些菜 人来就好嘛 还帮我买菜 怎么样 跟麦克和好了吗 这臭小子昨天晚上肯定有回来过 我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 他还把他房里的一些衣服带走 这一次他肯定不回来了 难道他跟Lisa住在一起了 什么 他们又和好了 Lisa从国外回来了 听说他今天举办他的新书发布会 云南跟我说 一早他就跟麦去参加他的发布会了 气死我了 那我所做的一些不是白费了吗 你也别那么气 听我说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 我看云南跟麦根本就不来电 你就让他跟Lisa在一起吧 糟了 如果云南跟麦在一起 那我安排他们共进晚餐的事情 就会被揭穿 麦会更恨我 护士小姐 请问Coco Wong住在解药病房 请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老公 孩子的爸爸 他目前情况怎么样 他要正常吗 他今天早上会做扫描检查 那我方不方便见见他的组织医生 护士小姐 这位病人呢 他出院了 他现在在做扫描检查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一直以来都是你来看他的 从来没见过别人 今天他的老公终于出现了 你说什么 他老公来了 一大清早就来了一个中年人 说要见Coco的组织医生 还说是他的老公 病人如果不长期留院安胎 随时会有流产的可能 因为他得了子宫肌瘤 什么 子宫肌瘤有那么严重吗 那我孩子保不法得住 你是忍静一点 你是他的先生 有权知道他的情况 肌瘤的未知 不骗不移 影响到胎儿的成长 我是他的组织医生 我个人建议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胎儿 让他好好的动手术 以后还会有怀孕的机会 如果我想留住胎儿呢 那胎儿和子宫肌瘤 一起在他的体内一起生长 很容易会引起早产 甚至流产 余兽 我很想要那个小孩 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他 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这些我们一定会评估 万一出现危险的状况 到底是要保住大人还是胎儿 如果大人保不住 一定要把小孩生下来 Angel 来吃饭了 奶奶 坐吧 你妈真是好管闲事 家里的事都解决不了 还要管别人夫妻的事 真是自寻烦恼 惹祸上市 奶奶 妈咪只是去看Coco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人会有好报的 我知道 就是因为她要照顾Coco 害得无疑 跟我们翻脸 所以餐厅不能够继续地租下去 这个叫做好人做坏事 没有脑袋笨 好了 Angel 你也不要觉得可惜 之前王太太来找老板娘的时候 你看她那副嘴脸 这样也好 我们以后都不用再看她脸色了 对 就算餐厅真的关门 我们也可以找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她说得对 既得不去 新得不来 现实不同了 是年轻人世界 有些随缘 堪开一点 我不是难过餐厅就不下去了 我是舍不得查理 还有你老爸 奶奶 我相信爷爷和爹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我答应你 我会把所有的照片都拿下来 带着一起离开 好不好 来 Angel 快吃饭吧 来 吃饭 来 吃饭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吧 奶奶 我倒杯尝给你 不用了 我吃水倒 你干吗心不在焉的 菜不合你胃花 昨晚去了哪里 我就 我去 云南 她不是你老公 只是男朋友而已 不用管得那么紧的 下班之后可以找朋友喝茶 聊聊天 看看酒对不对 对 我总有可以一些自己的娱乐 你真的是去酒吧 喝酒看球 好 妈咪回来了 一起吃饭吧 你们吃吧 我不饿 怎么了 寇寇没事吧 寇寇的身体很差 不过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果冬叔叔也太过分了 跟一个那么年轻的女人发生关系 搞砸她的肚子又不理不睬的 更可恨的是 刚才我无意中听见她跟医生说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要保住孩子 不要大人了 你跑出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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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等人 没有 我刚才以为我看到一个熟人 结果好像我 我认错了 是不是在隐瞒什么 你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 最好 我每天除了在餐厅工作 就是去你家睡觉 我能够隐瞒什么 没有最好 我不想事情发生了 而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好啦 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 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惹你生气 我们赢了比赛之后 你就心事从从魂不守舍的 没事啦 少在那边紧张兮兮的啦 我们曾经有过误会吵过架 妈咪也曾反对你跟我在一起 可是这一切我们都克服啦 我什么都告诉你 你也答应过我 要跟我坦白 你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啊 我哪还有什么事情没告诉你啦 你真的不要想那么多 你早上还不是跟麦克去参加什么签书会 签名会的 我有生气吗 原来你是在意我和麦去找Lisa 你是错啊 对啦 我跟你讲 情人眼里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 但我知道 你的心里只有我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她 我们一定要相信彼此 才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colors 儿子 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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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俊 别看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 我需要你 我等你 好的 我马上叫人过去拿 谢谢你了 云南 我跟茶壮的老板谈好假天了 你过去帮我把茶也拿回来 真的要推出茶薰昌鱼 是 昨晚你都看到 那批老顾客喊着要吃 快去拿回来 那今晚就可以出吃倒菜了 那我叫高明俊陪我 老顾 高明俊呢 他出去了 去哪里 我不知道 什么 我老公将他名下所有的不动产 转到他弟弟名下去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知道了 那我们晚一点 可以见个面吗 好 妈咪 你再跟谁讲电话 李律师 怎么了 你跟爹地还没有和解吗 我和你爹地的事你就别管了 现在看到你们两个没事我就开心了 我之前的确误会过麦 也发了很多小姐脾气 不过时间可以证明 麦对我还是这么好 其实我有不对的地方的 你哪有什么不对 错的都是我 是我没有本事让你老爸喜欢上我 我的女儿很少肯认错的 看来你真的令我的女儿改变了很多 阿姨 其实真的要谢谢你昨天的提醒 你少要我一下班就马上来看你 对了 我还买了一份礼物送给你 人来就好了 还带什么礼物 怎样 雨过天晴了 没事了 还有一件事 现在有一个人他很可怜 无家可归 所以我才会带他过来一起吃饭的 麦过来吃饭我当然欢迎 不过我担心你爸爸会埋怨我女儿说 抢走了他的儿子 对 上一次我要离家出手的时候 也是你劝我留下来的 我看这一次你还是回去跟你老爸和解吧 可是我跟老爸还在冷战当中 可能他现在还在窃头上不想见我呢 父子哪有隔夜愁的 你怕搞不定你爸爸 妈咪 麦的老爸是软硬不吃的 我们两个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办法 我也没有选择 谁叫他是我老爸 你们真的以为没有办法吗 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令你爸爸开心的 是谁呀 菲菲阿姨 喂 你在哪里啊 我刚回家 我忘了拿一些东西 你在家里 没骗我吧 没有 怎么了吗 你在家里 那怎么那么吵 其实我刚才回过家了 所以现在出来了又在大马路上了 很吵 先不说了 拜拜 妈咪 妈咪 我跟麦要走了 妈咪 你要出去啊 我约了朋友 妈咪 你最近是不是还为了爹地跟Coco的事在烦 女人 女人的地流感很准的 我敢说她和Coco还有来往 你不是已经把这件事情给放下了吗 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 你爹地还做着偷鸡摸狗的事情 女律师是我的好朋友 她已经告诉我了 我这事不能再纵容她 到底怎么了 我太低估你爹地了 妈咪 你先冷静下来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本来是答应爹地要隐瞒这个秘密的 你和你爹地也串通起来 你帮了他做些什么 妈咪 你先不要生气 我是因为觉得Coco她太可怜了 所以我才会答应爹地去吵Coco的 你为什么要帮你爹地 为什么你的语气和菲菲阿姨一模一样的 你还是不是我的女儿 那个狐狸精只会破坏别人的家庭 她有什么值得你同情 妈咪 Coco肚子里的孩子快要保不住了 你怎么知道保不住 是菲菲阿姨告诉我的 她同情Coco的遭遇 但是她更加在乎你跟爹地的婚姻 是她要我转告你们 希望你们两个不要再为了Coco的事吵架 你怎么那么肯定她的胎儿保不住 Coco 她患有子宫肌瘤 她根本不应该怀孕的 可是她却很想要把孩子给生下来 这么危险 她也不动手术 你说 她到底想些什么 我想Coco 她可能是因为失去了一段感情 所以想要得回一个亲情骨肉 你知道 爹地是不可能会接受Coco的 我只能说这女人真傻真笨 被男人玩了之后 还要留她的种 明知道没什么好处 还坚持把孩子生下来 这就是做小船的代价 麦 怎么样 你竟然留在这里吗 王宝没说 他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我看我还是先回小公寓了 那你呢 我这两天都住在酒店 你真的不想回去跟你老爸和解吗 我想让我老爸知道 他是没有办法阻止我对你的爱 要是他一天不接受你 我一天都不回去 不如你先搬到我那边去住吧 不行 我现在跟我老爸翻脸 我一个人住 我可以理直气壮 要是我搬到你那边的话 万一被他发现了 你又被他拖下水 那后果更一发不可受适 我明白你的用心良苦 但是我也不希望你们父子俩 会因为我的关系而搞到反目成仇 你放心 不会的 这是一种心理战 要是我现在退让的话 就会牺牲了我们的爱情 所以你现在要跟我站在同一阵线 我们继续坚持 最后胜利就是我们了 我看现在唯一能帮到我们的 就是菲菲阿姨了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餐厅找她吧 老板娘 终于吃到了你们的茶心苍鱼了 果然名不惜传 谢谢 也谢谢你们的捧场 真可惜 你们过几天真的要停业了 什么时候重新开张 我留个电话给你 到时记得通知 好的 没问题 雲南 阿姨 麦 丽莎 你们来了 那么晚才来啊 来吃饭 我们吃过了 我们是特地来找阿姨的 找我妈咪 麦是要阿姨当何事了 还不都是我那固执老爸 我现在只能找你帮忙了 你们慢慢聊吧 我去忙了 雲南 今天我们把全部的苍鱼都卖光了 老板娘说明天要去巴撒 我们把全部的货都扫回来 我觉得你真有本事 什么 你说苍鱼啊 当然不是 我看你外表中后老实的 今天才发现原来你还有多一个绝招 什么绝招 就是你会睁着眼睛说笑话 你在说什么 我有对你说谎吗 有啊 今天下午你明明站在我面前 可是你跟我说你从家里走出来 原来你都看到了 是啊 看到了 快点跟我解释啊 我就是出去走走逛逛嘛 你干什么 是不是藏了什么东西 没有 拿出来 是不是KTV妈妈写的名片 不是啦 这个是日本餐厅的名片 你怎么会有这个名片 就有一个朋友塞给我 他就说那个日本餐厅在征厨师 你在安排后路 这什么安排后路 我告诉你 你放一百二十个薪 他就算给我两倍 三倍的薪水 我也不会去的 真的那么简单 没有去应征 我没有去应征 我是去拒绝这个应征 雨楠楠 不要胡思乱讲 我怎么舍得离开这个朋友 干嘛那么肉麻 我不要乱讲 我家里没人接电话 那时候我老爸还没回去 他到底去哪里呢 阿姨 她感冒好一点了吗 早上我有去看过她 她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或许她约朋友出去 你就不用担心 阿姨 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 看她现在在哪里 我担心她看到我电话不接 我觉得师父不是那种幼稚的人 如果你们真的有意 要跟你老爸和解的话 现在就回家去等她 她回来看到你们 她反而会觉得更内疚 可是这么晚了 我过去会方便吗 怎么会不方便呢 有句话 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的 说不定 你陪麦回去 师父就不会骂她了 你们一没做错什么 反而是她 贵错和麦和云南来弃Lisa 她才做错了 不过你们是晚辈 先低个头 道个歉 不会有事的 那我肯定成为剑拔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做 她才会接受我 好吧 我帮你们打个电话给她 看老爸在哪里 不要了 爸 爸 麦跟他老爸的事情终于圆满落幕了 你就好了 麦的性格那么好 那么容易相处 又那么善良 那像高明俊就会说谎 什么 你说高明俊对你说谎 她明明偷跑出去 可是她跟我说她回家拿东西 而且这几天我发现她心事重重的 你是两性专家 分析给我听 有哪一个男人是不说谎的 你不要先入为主的认定 很多时候还有善意的谎言呢 谎恋爱不是应该彼此信任的吗 你看 你这个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刚明俊一定是怕你担心 也许她现在正受着诱惑 必须经过挣扎才能拒绝呢 你还是好好地去买我的书读一遍 那你就更加能了解男人的心理 到底在想什么了 我现在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 对 你还是冷静面对 觉得你越表现得在意这件事 她就越想隐瞒 你说了那么多 还没分析给我听 她那种怪异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以我的经验 一对男女正常交往 如果经过了三个月的蜜月期 就会慢慢地冷却下来 她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 哪三种 快说 是吗 弟 你的男人进来了 他早就站在那里了 只是躲在一边 不让我看到 偷听我们说话 先坐好 其实我是要出来收盘子的 你们刚才说什么 我通通都没有听见 刚明俊 你惨了 云南向我告状 说你隐瞒他很多事情 你自己过来解释清楚 我去洗盘子了 你看 是不是很心虚 偷听我说话 不理我 然后不敢面对我 承说我 承诺 对不起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依並不強 Oh yeah 雅子誰呀 是余楠 余楠 Lisa 你們兩個那麼早來跑步 你在等我老爸 我剛出門的時候他沒起床的 我知道他不舒服 不是在等他 我是已經習慣了晨跑 對了 你們父子倆怎樣了 我們沒事了 幸好有你媽在 她不看身面 看佛面 我終於找到一個台階下了 沒事就好 那你呢 她才沒那麼快對我改觀 你們慢慢聊 我去跟你們買飲料 我下一本書的題目已經想好了 就是如果男人是孫悟空 那我就要來當如來佛 你寫的天下無敵又有什麼用 你做得到嗎 男朋友的爸爸都搞不定 最起碼我現在已經把他的兒子給搞定 你看 麥現在對我的態度就知道 他有多愛我 他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不過他父親卻不是孫悟空 所以我拿他沒責 這是什麼歪理 那好吧 照你的邏輯來說 有什麼事是你這個如來佛做不到的 我想和麥在一起 當然是希望可以得到他父親的認同和祝福 所以我今天陪麥來城堡 主要的目的就是來找你 找我 又關我什麼事 你可是我的好姐妹 你當然要幫我搞定你師父 原來等我是有目的的 我知道了 是不是想要學做菜討好他爸爸 真聰明 他不肯教我 我只能拜託你 我真是服了你 我這個徒弟都沒有得到我師父的正傳 你就要我教你 那你不是成為了我師父的徒孫 你不要囉嗦那麼多了 你幫我 不是我不肯幫你 可是我今天早上真的沒空 餐廳都沒那麼早開門 你有什麼好忙的 你已經搞定你的孫悟空 我也要搞定我的孫悟空 高明俊 麦這次能夠回到我的身邊 我第一個要感謝的人就是你 還有我生病的時候 你細心地照顧我 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幸福 麦本來就很孝順 是你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 再說過不久你就會有多一個媳婦了 沒這麼快 雖然我現在對Lisa沒有以前那麼討厭 但是至於選媳婦呢 我還是喜歡于南 人生沒有十全十美的 再過幾天呢 我的餐廳都要結束營業了 我真的很想放自己一個長家 這些年來我都沒有好好休息過 如果你不反對 我可以陪你出國走走 我只是說說而已 我難有這種時間 雖然餐廳結束了 可是我家裡還有一老一少要照顧的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 從來不會為自己打算 雲南跟高明俊遲早可以獨當一面 你家婆可以在家裡享清福 至於你那間店關門也無所謂 至少你可以保有你家翁的私房菜 雲南肯定可以把它發揚光大的 謝謝你對雲南那麼好 你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看到什麼 我好像看到 麥跟雲南成立了小家庭 還帶著我的孫子去玩 你是不是還在發燒 我的病早就好了 我只是在幻想 這咖啡好像怪怪的 伙計 怎麼今天的咖啡一點味道都沒有 怎麼會 蔡先生 我們泡咖啡還是跟以前一樣 有什麼問題嗎 聞起來有咖啡的香味 可是喝起來卻一點味道都沒有 怎麼搞的 那我把蔡先生我再搬換一壺吧 不用 對不起 其實這咖啡 喂 穆英 有什麼事嗎 我經過Coco了 你怎麼突然跑去醫院見Coco 我跟她聊了很久 也了解了整件事情 你有空跟我見個面嗎 有 在哪裡 好 知道了 其實這咖啡和以前是一樣的 沒什麼不妥 是不是你感冒之後 胃壘都不見了 我現在想起來了 從我生病到現在 我的胃口一直不好 吃什麼東西都好像沒什麼味道 可能是發燒了後遺症 要不要再去醫院檢查一下 不要 電話找你又是 是穆英 她突然跑去看Coco 現在又說要見我 不知道有什麼事 那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和穆英這麼多年的朋友 她不會對我怎麼樣的 你還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好的 就是這裡 高明俊 我一定要看看你昨天見了什麼人 為什麼要跟我撒謊 小姐 我們餐廳還沒營業 請問你找誰 我在找你的店長 雅子小姐 她在嗎 我們老闆娘十一點才會回來 您是哪一位 麻煩你告訴她 我是高明俊的女朋友 好了 不要難過了 可能事情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壞 我還真傻 還以為那風流鬼會回頭 沒想到她心場是那麼壞 那麼狡猾 不要那麼激動 先把事情搞清楚再做決定 她大手筆 買下了你家餐廳的店面 還寫下了我的名字 說是送給我結婚紀念日的禮物 沒想到她卻安中跑去律師樓 把她所有名下的不斗產 轉去給她弟弟的名下 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她打算跟我離婚以後 不分財產給我 你說 跟她做夫妻做到這樣 還有意思嗎 之前提離婚的人是你 是她堅持不肯離婚 怎麼現在情勢卻反得過來 她是在耍心機 故意拖延時間做財產轉移 那你打算怎麼做 我昨晚想了一整晚 我還以為她和Coco串通起來 所以我今天早上去找Coco 我卻聽到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現在你知道Coco可憐了吧 昨天我去探望Coco 無意間聽到你老公跟醫生說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林河捨棄大人也要保住孩子 她真的是想孩子想瘋 都已經有Lisa和Simon了 你說 她到底有什麼目的 你跟郭董結婚都三十年了 難道你還不了解她的性格嗎 她的好勝心強 什麼都要贏 現在你堅持要跟她離婚 那她就是輸掉這場婚姻 你說她會甘心嗎 所以她才會跟醫生說 無論如何都要Coco把孩子生下來 我都已經跟了她三十年 生了一對兒女 這樣她還不滿足 你說 這種人要朝天打雷劈的 慕應 你一向來都是很堅強的 為什麼變得這麼脆弱 不管發生什麼事 最重要的就是要計劃你的未來 菲菲 對不起 我之前誤會了你 幸好我現在還有你家餐廳的店面 要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報答你 你的意思是 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 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奇怪 今天我的左眼皮怎麼一直跳 雲南不在你身邊 沒有安全感吧 不是 人家都說 左眼皮跳就是有事情要發生了 但那是什麼事情要發生 我不知道 你去問雲南吧 雲南 你還跟師父在一起嗎 沒有 找我什麼事 沒有 我想問你 那個左眼皮跳是怎麼回事 你做賊心虛 你要出事了 我會出什麼事 倒是你 你那邊是什麼聲音 你在哪裡 如果我說我在家裡 你會相信我嗎 當然相信 只要你不生我的氣就好了 好 不跟你說了 拜拜 好了 那先叫 左眼皮跳是災 右眼皮跳是扶 老闆 開腳臉 我去這牙子 總會有什麼事嗎 高明俊 是不是來過你這間餐廳 是不是見過你啊 沒錯 想必你是高明俊的女朋友 我知道你是美食比賽的裁判 你是不是想要把高明俊 挖到你這裡來工作 還是你有其他目的 既然你已經找上門來了 我也不需要迴避 坦白告訴你 我不只想要把她 請到餐廳裡當主廚 我還想跟她再續前沿 什麼意思 三年前我曾經答應過高明俊 要跟她私奔 現在我什麼都有了 我想這個夢想應該可以實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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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